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Shenan 今天距离我上一次更新播客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 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希望每个星期都能更新一期播客 那要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真的有点难 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按时更新确实是有我的理由的 昨天,也就是7月3日,星期日,我有一场比较重要的考试 也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 一个中国人如果想成为一名教外国人中文的老师 那么他最好去参加一个考试 并且拿到一个证书 这个考试一共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笔试 也就是说在这一部分的考试当中 我们并不需要开口说话 只需要写一套试卷 第二个部分是面试 在面试当中我们需要回答考官的一些问题 同时还需要试着把考官当作我们的学生给他们来上课 在一年以前 也就是去年2021年6月份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通过了笔试 但是后来两次面试的时候 我都错过了报名的时间 今年7月份的这次面试 我终于报上了名 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参加考试了 那就在昨天 我考完了面试 如果结果比较好的话 大概一个月之后 我就能够拿到我的中文老师的证书了 如果我没有通过这个考试的话 也没什么关系 大不了就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 再考一次 好的 说了那么多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上个星期 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考试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精力去写很多的新的播客 不过现在 我终于已经结束了考试 现在我有很多的时间了 除了今天这期播客之外 这两天 我还会发布另外一期 和社交媒体有关的播客节目 请大家期待一下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是一期迷你播客 也就是说这期播客节目的时间不会太长 我想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吧 同时内容也不会太严肃 在这期节目里 我不打算和你们聊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生活 我想和你们聊一聊 我最近一年的生活 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用的词不会太复杂 如果你的中文水平在HSK四级左右 我想你们应该能够比较轻松的 听懂这期播客的内容 也许你们不了解我 我也不认识你们 但是说不定 你们跟我差不多年纪 也是二十多岁 刚刚大学毕业 也许你们也会和我有差不多的体验 或者说你们和我不在同一个年纪 你们十多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 等等等等 不过 如果你们对二十多岁的困惑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继续的听下去 在这里我用了一个词困惑 困惑这个词的意思是说 我们对某个东西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不太清楚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我们可以说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或者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 也就是刚刚二十多岁的时候 是非常容易感到困惑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确定自己要去做什么工作 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不确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等等 今年七月 我大学毕业正好一年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尤其是最近半年的时间当中 我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也就是说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想不清楚答案 不过最近我慢慢的 对这个问题不再感到那么困惑了 也就是说 我开始比较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所以呢 我想借着这个播客的机会 和大家聊一聊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期播客的标题 也就是这期播客的题目的话 我想你们应该已经猜到 这个让我烦恼的问题是什么了 没错 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应该继续读书 比如说申请研究生 还是继续现在的工作 或者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呢 在这里我用到了一个词 叫做研究生 如果你们不太清楚它的意思的话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在中文当中 研究生指的是一种学历 它包括两种 一种是硕士研究生 也就是英文当中的master degree 另外一种是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是硕士研究生之后的一个学历 也就是英文当中的PhD 我在这里说的申请研究生 其实更准确的来说 是申请硕士研究生 去年我大学毕业 所以我目前的最高学历是本科 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们 在本科之后都选择了去读研 也就是说读硕士研究生 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去读研呢 其实在2020年12月的时候 我参加了研究生的考试 但是我考得不太好 所以我没有被我想去的学校录取 没错 在中国如果你想要读研 这个和国外其他国家有点不一样 我们需要参加考试 那这个考试一共有四门科目 其中有两门科目 是每个人都必须考的 它们是英语和政治 政治这门考试的内容 主要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有一些和经济啊 政治知识相关的内容 另外的两门考试 是和我们打算要学习的专业有关的 这两门专业课的考试 通常是由学校 也就是由这个大学自己出题 也就是说呢 每个学校它的题目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考研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想要读研的人很多 但是机会比较少 比如说我考研的那一次 我们一共有三百左右的人参加考试 但是最后我们的学校 只招收二十个左右的学生 虽然这个考试比较难 不过这种方式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它给大家很多人都提供了机会 在中国考研 我们对于本科学习的专业 没有什么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和自己本科的专业 完全不同的专业去读研 换句话说 在中国只要你能通过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招生 那基本上不管你在本科的时候读的是什么专业 那你读研的时候可以选择任何你想学的专业 但是比如说据我了解在有些国家 例如在法国 如果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文学 那么如果读研的时候 你想换一个专业去学习 比如说你想学习数学 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学校要求 你必须是本科读的是数学 或者数学相关的专业 你才可以继续读数学的研究生 那大家可以猜一猜 我当时考的是哪个专业的研究生呢 我想你们应该猜不到 我想要去读的其实是电影学的研究生 每次我和别人分享说 我对电影学感兴趣的时候 他们通常第一反应都是 会非常惊讶地问我 诶 你想当演员或者导演吗 但是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是电影理论的东西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研究电影的学者 或者是写电影影评的批评家 评论家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 像我们这种想要读电影学的人 大多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因为很喜欢电影 才选择学习这个专业的 比如说在我的朋友们看来 我是那种非常喜欢电影 对电影有很大热情的人 不过自从我决定要考电影学的研究生以来 我有过很多很多的怀疑 有过很多很多的不确定 比如说我好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电影 是不是真的想要去读电影学的研究生 除此之外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 要去研究电影 我的确是喜欢电影 没错 但是我并不喜欢所有的电影 我记得一位美国的电影评论家 他的名字叫做保林凯尔 保林凯尔说过一句类似这样的话 他说电影是一个垃圾堆 不过在这个垃圾堆里也藏着宝贝 我非常同意这句话 这句话他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大部分的电影其实都是一些无聊的 没意思的东西 但是在他们中间 有少数一些非常有趣的 非常打动人的电影 如果我要把电影当做我的工作 那这意味着我不能够只去看我喜欢的那些电影 我得看很多也许我并不喜欢的电影 那我要如何去面对这些不喜欢的电影呢 去面对这些电影垃圾呢 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 像是这样子的怀疑 像是这样子的不确定的东西 有很多很多 他们在我最近半年的生活当中 一直就这样影响着我 有时候让我的心情挺不好的 一会儿我下定决心 说今年我要再参加一次研究生考试 那过了一会儿 我又觉得算了吧 还是不考了 继续工作吧 那我就在这两种心态当中 来回的跳转 就一会儿这么想 一会儿那么想 这样一种不确定 这样一些犹豫和怀疑 让我觉得真的特别不开心 尤其是再加上 大家知道 在现在的社会上 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 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我们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应该去做自己觉得有热情的事情 但我实在觉得这种说法 这种观点 实在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的确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对什么有热情 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也许那样子 我们就不会有太大的烦恼 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确定 非常清楚 自己要去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那剩下的 就只管去做就好了 但是 我觉得 那如果我不确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不确定自己对什么有热情呢 或者说 我觉得我是喜欢电影的 但是我对这种喜欢 又有一点不确定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该如何做选择呢 于是呢 我就想了一想 除了继续考研之外 我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别的选择那就是工作 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其实还不是自由职业者 当时我在一家公司工作 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份工作 很不喜欢那样子的生活 但是对于其他的工作 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感兴趣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份工作只要收入还不错 然后不要太无聊 似乎就挺好的了 但是我发现 我不太能接受那些 我不感兴趣的工作 因为当我在做一份无聊的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不认真 我就不太想认真地对待我的工作 那当我不认真工作的时候 我的心里又会有不好的感觉 所以说起来 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感觉 但总而言之 我觉得我是那种需要 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当做工作的人 听到这里 你也许会问 哎 那你现在做的事情呢 比如教中文呢 你不喜欢教中文吗 当然 教中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份工作 但是目前这份工作 可能只能勉强养活我自己 因为这份工作太不稳定了 我经常得担心 下个月的收入够不够 我继续活下去 所以暂时来说 教中文只能算是我的一个兼职 我还不能把它当作全职的工作来做 也就是当作唯一的工作来做 刚刚说了很多 都是在讲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的一个困惑 不过好消息是 从最近开始 我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有了比较确定的答案 也就是说 我已经比较确定 去电影学院 去读电影学的研究生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下定决心的主要的原因是 在这段时间 当我对未来非常迷茫和焦虑的时候 也就是当我不确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想象了一下 如果我不去读研 不去学电影 那我有的其他选择 其实不太多 而且那些选择都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而去电影学院 读电影学研究生 这件事情 是我梦想了好几年的事情 虽然在中途也有过非常多 我之前跟你们提到的那些怀疑啊 不确定啊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谁说喜欢一个东西 就一定是那么确定的 那么既然我有一个梦想在这里 然后既然除了这个梦想之外 其他的选择不是我特别想要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再去试一试追求这个梦想呢 也许我努力了 还是考不上研究生 或者也许我读了这个研究生之后 发现这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也许我之后也成为不了研究电影的学者 成为不了电影批评家 电影评论家之类的 但是我还是非常想要去努力的试一试 好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专业并不是我当时特别想学的 并不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 而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在大学 学一个人文学科这样的专业 那人文学科就是比如说历史啊 文学啊 哲学 社会学这类的学科叫做人文学科 我一直特别想学一个人文学科 那现在我有这个机会 只要我足够努力 那我就有可能实现我一直以来想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目前来说 我之前说的那些困惑 也许并没有消失 他们还在那里 但是我想好了 还是要去试一试 追求我梦中 梦想中的那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去读研究生 去研究电影 也许实际上 那不会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体会一下 那会是什么样的样子 好的 说了那么多 今天的这一期播客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和以前的真的不太一样 在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个人的感受和想法 虽然没有很多非常难的词 但是要完全理解这期播客的内容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多少呢 如果你也有和我类似的这种困惑 这种困扰 比如说如果在你的生活中 你也面临着一些选择的话 那么我想给你的一个建议 就是去选择那个你最喜欢的吧 让你最感兴趣的吧 即使你觉得在这种喜欢当中 仍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那也没关系 好的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播客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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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